29. 東方日報 古壇宜溫 中大V.S. 樹人聯史密方向 2015年7月27日產經 B.07古壇宜溫港股上週表現反復 樹人隊形能力補不失 獲得利潤 成功擊敗成大隊成為台主 留下來接受中大隊的挑戰 樹人隊今週編好藍籌股 中大隊側看眾國策股 但就同樣有馬日形起股信義光能00968 樹人隊編好藍籌股 屠左起位Simon Terence Cup-Peter 樹人隊選大價股做穩陣派樹人大學投資學會的三位莊園Simon Terence Cup-Peter 在上週選了港交所00388及長江基建01038兩隻大價股 結果順利勝出 今週也沿用穩健的選股策略 低位佬你亦其謀 作願貴任 00005上週五跌破70元大關 修報69.15元 交4月底的高位累跌與一成 樹人隊的三位隊員表示 利息W跌至低位 短期可薄反彈 故先以27,660元無以資金買入一手共400股 尼凶 於8月初公布中期業績 近期被花期跳高目標價至76.75元 評級由中性升至買入 它們令以32,100元買入五手共一萬股信義光能 該公司將於明天公布業績 早前更新營起資料 預料今年上半年營利按年增幅由原來的1.5至1.8倍 提高至1.8至2.1倍 原因是其分布式太陽能發電場的擴張進度較為期快 及來自工程性包袱服務的收入大增 它們相信消息可支持該股的股價上揚 故決定買入 它們最後以3萬8,550元買入三手共1,500股 追蹤次表現的刑副基金02.800 確保部分資金不用跑輸大使 它們指上週次錄得跌幅 而本週預期只結算 藍籌股有望反彈 買入刑副基金為理想之選 中大隊信應國策捉路選股中大投資學會 換上主收工商管理的女莊員Cynthia Yamane及Francesca出戰 為選股策略注入新思維 內地房產業前景樂觀守登此 投資擂台挑戰樹人隊的台主地位 Cynthia決定先以3萬3180元模擬資金買入 三手共6,000股哈爾濱電器01133 它指,中國的135規劃應會繼續推動環保工作 加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再次強調要加快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 當地的裝備製造業有望得到國家政策支持 有利製造清潔能源發電設備的哈爾濱電器 與樹人隊一樣 Yamane認為信義光能的兩例業績可刺激其股價上升 因此決定以25680元買入四手共8,000股 而摩東近期發表報告 將信義光能的目標價上調至5.3元 維持增持評級 亦令他對該股信心大增 Franciske最後以38,970元買入九手共9,000股 同在今週二公布業績的月收房產信託基金00405 他相信 中央減息及降低存款準備金等刺激經濟措施 有助增加地產發展商的流動性及降低他們的融資成本 有利月收房託的收益 長遠來說 他指中國一向以經濟穩定增長及現代化為目標 商業地產市場發展前景樂觀 顧看好月收房託的股價 專家點評 月收業職穩利中大隊金利封證券研究部經理王智慧表示 中大隊及樹人隊同樣有買入信義光能00968 選股都以穩健為主 要兩者選其一的話 會略為看好中大隊的勝算 他指 信義光能早前發營起 今週公布業績 應會有一番炒作 他令表示 中大隊所選的月收房產信託基金00405 業績一向平穩 而該股近期從低位反彈 出現買入信號 短期或可跑贏大使 而近期有不少中央支持核電發展的消息 有利哈爾濱電器01133 金利封證券王智慧至於樹人隊所選的作員繼任 00005他指該股近期表現一般 短期應難以做好 大使缺方向 成交易減少 故預期撤短線會擲幅波動 營付基金002800會徘徊在約26元的水平 一州戰報樹人大學隊果然憑 更加穩守的投資組合勝出 成為上週的擂台台主 雖然他們持有的港交所00388 及中國富強金融00290表現反復 港交所走勢更是令人失望 但壓住長江基建01038 令他們的組合跑出 在逆市下取得1.4%回報 總算是有一個交代 特朗主席 食ота votreلب